台大实验林管理处这几年来 在管理范围内的乡镇积极推动林业计划 最近水里乡上安社区就申请 在社区中以及浚坑国小 用课程及活动来推动实施 希望学童从小来了解社区林业环境 提早认识家乡 那我们透过一系列的课程 不只让小朋友让社区大家一起来学习 那透过一些活动很轻松愉快的 把他们小朋友的生活在里山的一个环境 可以慢慢的融入到他生活里面 希望这一系列的活动带给小朋友 会有很多的一个吸收 今天的上课都是由我们实验林的研究人员 来带领小朋友来做 透过认识自己的家乡 其实我们随手可得的像树叶 一些生活上都可以运用到的一个资财 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 那透过认识然后喜欢他 然后做出一个很好的作品 那慢慢的他就觉得 我生活周遭其实都存在这些 里山的一个生活 郡恒国小校长谢伟奇指出 在课程中相当丰富 除了能够介绍在地的植物以外 也能够利用在地素材 来画出自己的家乡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认识 自己所生长的地方 我想借由这个互动 那课程也蛮丰富的 首先是介绍我们认识在地的动植物 那接下来是借由食物链的关系 了解到自然界 那这生物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连带的关系 那最后呢 我们活动课程是用在地的素材 比如说树叶 比如说石头 来画出自己理想中的家乡 那今天的课程 藉由这样子的循环 其实是让小朋友们能够相当的认识 自己所生长的地方 肖志全议员表示 这样的活动相当有意义 也期盼借此能够让学生学习保护环境 推动整个林业的计划 可以看到现场上除了对林木的介绍以外 包括动物 昆虫等等 也做了非常详细的报导 也期待说透过这些的说明跟认识 能让社区的民众以及学生们 找一些对我们台湾林业的生态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同时也能够体会 这个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让大家相互相成 保护我们整个美丽的环境 从学生的笑容中就可以了解课程多么的有趣 也让学生利用在地素材 描绘出自己的家乡 小议员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期盼为了能够继续办理 记者邱平英水里采访报导